我的天呀 有这些大海山你们快来看 哇塞这个长这个短 哎呦你看这个刺呀 我的妈呀 我很少抓到品质这么好的海山 我的妈呀还会刺水的 天哪 这太大了吧 漂亮漂亮这个太猫了 这个不定卖100块钱一只 低于150我都不答应 输了啊 哇 他这里怎么这么大 刺不刺水 给他放放水 拿回去 哇 太大了吧这也 我给你们看看 这跟我的胳膊差不多粗了 真是比我的胳膊粗 跟手掌那么大 一点都不啰嗦 200块到手了 继续看看 我看这里是不是还有一只 今天是 海深暴桶的一天嘛 我没有信心啊 我觉得暴桶是不可能 减个三五只是不错的 这个咋这么长 跟这两个比起来是长多了啊 这个底下又有错 这个底下再藏个八爪鱼就完美了 我看到爪子了 你看看 起来吧 我的妈呀 太粗了吧这个大腿 你看看 哇塞 太活跃了 你看还会变色 北里头红的 你快别变了 去我家吧 我看到这个石块 就像一样 切 切 没有啊 抱一下吧 等到夏天的时候 这些石块 你都能跑跑现在了 继续 这不原备啊 对 大蛤蜊 哎呀带走 带走 带走 这不爽呢 哎呀 可以 我看看这块石头 有没有啊 哎呀 哎呀没有 sorry 哈哈哈哈 崩了 摄影师 雨里亚水 这个石块太沉了 你以后你的有所准 有所防备 你知道吗 我翻不起来的石块 你就防备一下 开始开始 你看 这个八爪鱼 我都翻出来了 摄影师手机还没加好 他都没来得及拍 我也毫无心地准备 我一翻开就有个大潮水 在这里边 哎呀你看 我刚要发石块 找八爪鱼 我就看到这里有个海参 哎呀我的天 你看看怎么样 哦 哦 他也会吃水 今天海参发财的一天 哇 在这个跟其他的几个形状都不一样 收了啊 看看桶里有货吗 哎 没有 我再看看 我的牛啊 你看 哎呀呀呀 我的妈呀 我刚要说 我再看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没有 我还没翻一台头 在这里边还有脸 我的妈呀 你有没有数 几个了 六个 哇塞 你看 这两个形状 也和其他的不一样 哎呀 但是这个有点像那个 黑的 哇塞 看看这个石块底下 你防备点啊 嗯 我给你朝这个方向了 看看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这个大海粒子 这个肉地好大了吧 野生的 我来给你们看看啊 你们猜这里为什么货多 就是因为这里全都是海粒子可以吃 他们在在这都不需要找 想吃的时候 欺负在上面 随便吃就可以了 给你们看看 我发现了一对八爪鱼 我的天 一对啊 这里有窝 他们应该是也是从这里边钻出来的 哇塞 我太激动了 这是在干啥 他居然上去了 他想要出去 你看爪子已经走到这了 快收快收 哎呀 我基本上看到这种淡然的画面 我都不想去打破他 你知道吗 哎呀 就像我翻了神块我都让他回去一样 我都尽量少破坏这种环境 哎 但是咱的目的就是来收饭软鱼的 不收又不行 再走啊 你看这里还有一些蛤蜊 你看 哎 捡了它 我的天 个头是真不小啊 在沙滩上你都得挖呀 在这就捡就可以了 给沙被带走 还有蛤蜊 呦呦 这个手套还不得劲 你们数了吗 这是我画了的多少副手套了 每一个都不得劲 可能是我手小啊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大的 窩零零的在这 这里又有一堆沙被 我的天 我看那里还有海带 剪了沙被过去剪了它 这天赶海这么久 没加一块海带 在这边 给你们看看水涨满了的感觉 再次给你们探一下 水涨潮的景象啊 看这水 就离我这么近 涨满了已经 再过五分钟 我这边也会像那边一样满 先捡捡吧 捡捡回去做点 那个捞吃小海带吃 你们做了吗 特别好吃 很下饭啊 受了 不会的可以去往上做教程啊 我也是从往上学的 哇塞 这个沙被好漂亮呀 一般来说漂亮的就是少见的 大蛤蜊 哎 今天可太不熟了 这种大蛤蜊 你看这是啥呀 带气泡的 这是啥呀 这纳闷呢 这不海葵吗 你怎么长得这么丑 你也不开花 你看看 还吃水 走 是吗